喔這個很好吃耶 驚豔了 它每一個東西都很入味 它肥的部分 咬下去的時候整個化開 喔真的耶 它的每一個料都會讓你覺得是有 特別用心在調理過的 搞笑已經買太少了 我們 哈囉大家好我是尼亞 今天呢是端午特別企劃 相信每到端午節呢 都會有很多人跟我一樣 我們是這個北漂青年 在端午節又剛好因為工作 沒有辦法回家 就會特別想念來自家鄉的肉粽 但是呢在台北真的是非常少南部粽 到底是北部粽好吃呢 還是南部粽好吃 一定會有很多人說 北部粽就是油飯 然後南部粽呢 就是什麼 生爛掉的稀飯 那不管啦 身為南部人 挺南部粽就對了 那今天呢我們挑選三間 這個由南部粽的肉粽店 實際上來測測看 看它有沒有符合我們南部人的標準 那今天呢也請到了一位跟我一樣 是來自高雄的來賓 那我們歡迎蘋果艾波 哈囉蘋果艾波 有一件事情我一定要好好的問一下 你是說我對於北部粽的看法嗎 有飯 山丁有飯 山丁有飯 直接在 對我們直接這邊就是南部人的天下啦 但其實我蠻好奇 你覺得南部粽的標準 一定要有什麼東西 我覺得南部粽最重要的是 要有蛋黃 對耶這個真的 然後還有一個五花肉 就是它的肉要是比較偏肥的那一種 那你咧你覺得 因為我上來台北這麼多年 我其實很少過段五間 被你這麼一說好像真的 北部粽真的就是比較多瘦肉類的 我還要問你 吃粽子的話你都加什麼 我是醬油派 啊你是醬油派的 那我可能更奇怪 花生粉派 而且只有在發生 花生粉 就是其他都不要 什麼醬油啦 我就只要加花生粉 每個人好像都不一樣 因為有一些人會加甜辣醬 醬油膏也有 那我們今天準備三間 應該都好像還蠻厲害的 那我們話不多說我們就直接開始試吃第一家吧 好那我們第一間呢 是來自南港的全程肉粽 老闆人超好的 我覺得非常有南部粽的感覺 它一顆多少錢啊 它一顆才45塊 其實我覺得它這個沒有很貴耶 好啊那我們就先吃吃看囉 我覺得是它的肉粽其實 米粒也蠻香的 就它的米粒有一個粽葉的香味 以南部粽來說算合格 肥肉的部分我覺得是可以的 因為它肥肉算是蠻多的 好吃耶 其實真的蠻好吃的耶 真的喔 45塊這樣我覺得很划算耶 這家的粽子很溫順的味道 對 然後很融合在這個粽子裡面 欸我這一顆的肉是 跟蛋黃是在一起的 但你看起來的比較像瘦肉 我覺得是耶 它其實不是豬肉裡面 油脂比較多的那一塊 它真的是該有的都有 然後包括蛋黃啊 然後栗子 蛋黃栗子 然後花生栗 對對對 然後肉 重點是它才45塊 南部價格 CP值很高耶 可以賣 好啦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吃下一間吧 OK GO 再吃兩口 對啊 好好吃喔 然後那第二間呢 是排隊名店王紀輔城 它的話呢是主打南部粽 這間是在台北市嗎 對 它在巴德路上 不過我記得它好像也有幾間粉店 而且我們剛剛在把粽子打開的時候 其實它很重耶 它這一顆很重耶 這個份量完全就是 南部的肉粽份量 阿嬤包的粽子大概都要這麼大顆吧 其實它的米粒啊 顏色比較深 那這一間的話我感覺應該吃原味就夠鹹了 我們可以來吃吃看 這顆要70塊 喔這個很好吃耶 驚豔了 它每一個東西都很入味 我覺得它的醬油好像加比較多一點 吃起來就會覺得它比較鹹一點點 就不用加任何醬料了 它的蛋黃比較不鹹 但是蛋很香 它蛋黃好香喔 它不是一般的那種鹹蛋黃 覺得它就是因為它的米粒已經是偏鹹的 所以它就故意讓裡面的料調味起來不會那麼的鹹 整體來說是很香的 它粒子是一整顆的 比我拇指還大顆 這個粒子就比剛剛的還在香一點 這個粒子它是有做過調味的耶 它一定是先處理過的粒子 然後才丟到那個空子裡面 你在咬開之後 你看它裡面有一個汁噴出來 不會太甜 也不會太鹹 它的香菇也是特別大多 其實70塊我覺得還好耶 而且它的料都好多 它的口感好好喔 有些肉粽可能不管是蒸久了還是怎麼樣 其實香菇會稍微微微有點太濕潤 就有點爛爛的概念 但這個吃起來它完全像是一個包裹住的感覺 就是它不會讓它整個散掉 不會是排隊名店 它這個肉比較像是控肉 它肥的部分一咬下去的時候整個化開 真的耶 它的每一個料都會讓你覺得是有特別用心在調理 好像有點買太少了 我真的 好那我們就 第三間也是 最後一家 它是十八王公留家肉粽 這一家是不是在台北超有名啊 對是超有名 而且人真的多到很誇張 剛剛最扯的是去排隊的時候 它明明大概有10種肉粽吧 你想要直接買一個熱的肉粽限吃 沒有 它就說不好意思喔 現在全部都是要冷凍的喔 那請問今天會有熱的肉粽嗎 不好意思今天都不會有了 而且即使都只有冷凍的 排隊大概還是十幾個人 可是它就是很特別 它有分成南部粽跟南部蛋黃粽 直接沒活 連冷凍的都沒有 不過看它外觀的話 我覺得它的色澤比較像第一間的 它聞起來其實有點重夜香 對 不過第一間我覺得重夜香 真的是最明顯的 好那我們就直接吃吧 我覺得少的蛋黃呢 還是少了那麼一點感覺 它是肉粽裡面比較清淡派的 看它的色澤跟剛剛那個浮塵的就不一樣 這間的香菇用的是香菇乾 然後另外它也是有蝦米的 我覺得它的蝦米是這三顆粽子裡面最多的 對啊 你肉眼就可見它有超多 然後第一間就是吃起來味道清淡 然後又沒有太鹹 比較沒有負擔的 但這一間是它味道很清淡 但它還是有一定的省度在 它的肉我這一塊也是瘦肉居多 我覺得就任肉來說 還是第二間比較好吃 所以這間其實料算稍微少了一點 可是好像有一些南部粽就真的是這樣 我們來吃吃看它的香菇 好 乾香菇 蠻鹹的欸 我覺得它的香菇就比較中規中矩 但其實是好吃的喔 只是印象不一樣而已 就風格不一樣而已 然後它一顆是50 我覺得也算是合理價格啊 再來呢就是要來做個排名了 哇好難選喔 其實都還算蠻好吃的喔 不要講排名 我們講最喜歡的就好 在我這邊吃起來 我覺得三個都差不多 我自己買啦 我可能會買第一間 應該說我吃東西比較清淡 而且我胃比較不好 不太吃太油的東西 那如果是我的話 我自己是覺得 府城那還是我比較喜歡的 單肉粽來說它必須要有一些味道 而且我覺得它的肉真的太好吃了 那花下去的那一刻 就是它 就是我覺得全程肉粽也是非常好吃的啦 可以給大家參考一下 尤其是在台北北漂的這些南部青年啦 如果你想要找好吃的南部粽的話 你可以去吃餐店找找看 好啦那我們今天的這個 南部粽的企劃就到這裡告一段落了 也謝謝蘋果、iBob們 吃了這麼多肉粽 iBob的這個資訊呢在這裡 登登登 大家記得幫我訂閱按讚 記得我Instagram或是Facebook 感謝 沒問題好 那我們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呢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 我們就下期見吧 掰掰 而且尤其是我們都吃家裡包的 所以那個料一定是家棒 一顆粽子這麼大 它那個端午節吃飯包 大家圍成一桌 然後就吃同一顆粽子 每個人都湯匙在那邊挖 為什麼會有畫面 starting at事 食べ unstable decided 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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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麵 吃飯 快周 吃飯 融 頭